好,那時間到了,我們就來上課吧 我們上一堂課,把莊子的逍遙遊篇的一開始 就是大概的起了一個頭 也就是對於我們人類要追求人生的幸福的主題 我想莊子給了一個漸漸推展的架構 同學還記得,一開始莊子說大鴻鳥跟小麻雀的差別 就是在一個相對的架構裡面 那還是追求相對的大是比較幸福的 雖然追求相對的大,你要付出的代價是比較多的 他用這個到城外去郊遊 只要準備一天的功夫就可以回來了,對不對? 但是到很遠的地方就要準備很多,做很多的準備功夫 要三月巨糧,要準備很多的路上要吃的便當啊什麼的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最初級的幸福與不幸福的相對的結構呢 我想莊子他講到的這個小不極大的這個觀點 雖然這不是莊子說的絕對的幸福 但是我覺得還是頗有一點意義的 因為我覺得在現在這個社會上面啊 常常會看到有一些人呢 真的就是放棄了生命裡面比較大的追求 而用一種得過且過的心態 在過他自以為的幸福的人生啊 那這樣子其實還是蠻可憐的 如果是以一般的人來講 有些人就是從小到大都是鬼混對不對 就什麼都不用工,不努力 做任何事情都不認真 反正就隨隨便便過完一生 輕鬆就好啊 也有這樣子的一種選擇 那這樣的一種選擇呢 在莊子的眼中其實並不認為是真正的 可以接近幸福的一種方式 那又或者說我覺得台灣的宗教圈啊 也有類似的一種問題 就是像現在的很多的佛教的信徒們 他們可能會往一種不執著的方向去發展 然後就走入一種非常退縮的道德觀 就是什麼東西只要放下 只要看開 什麼都是空 不要在意就好 可是這樣子的一種非常退縮的道德觀啊 到底能不能讓一個人的這個生命力長養起來 我覺得就有點為難 就是它的效果上來講是很曖昧的 因為呢我是覺得在莊子的世界裡面啊 當然是有要我們對於物質的世界有必須放手的地方 因為當人的心靈的財富跟物質的財富面臨二選一的時候 那當然以莊子的觀點來講還是選擇心靈的財富是比較有價值的 所以對於物質的世界當然會告訴我們說不能那麼的執著 但是這樣的不執著並不意味著好像連心靈這一塊都處在一種自暴自棄的狀態啊 就是做事情都很不認真 一點追求都沒有 因為我覺得站在一個心靈的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你對一件事情很認真很用功 你長的心力還是會比較多的對不對 那並不是說你什麼都放下都空掉什麼都不做 然後你的心力就會長得比較快啊 那有這樣子的一個情形的話 我覺得現在一般宗教界所頗為流行的一種退縮的道德觀呢 那也是有它一定的危險性的 那再來呢 在這個小大之變的框架裡面 我想莊子爺讓我們曉得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現在的人啊 往往會把幸福呢 跟一種心理遊戲掛勾在一起 就是自我感覺良好與否的這個心理遊戲 那我上一堂課就有跟同學講 如果用莊子的這個逍遙遊篇的開場白來說的話 那一個人的自我感覺良好 其實只意味著它的自我標準設的非常的低對不對 所以它的感覺才能那麼的良好啊 那那可是呢 我想上堂課講到這裡的時候 又好像漏了一點什麼 就是 那如果我們說我們的人的自我價值啊 不能夠用自我感覺良不良好這件事情 當作一個判定的標準的話 那我們人到底什麼樣的人是一個 道家會比較認同的 所謂的比較有自我價值的人啊 就是我們如果把這個 一般人的頭腦很容易上當的這個 自我感覺良好與否這個部分拿掉的話 不拿這一塊來看待自我價值的話 那究竟什麼樣的人是比較有自我價值的人 在道家的世界裡面 噢 知道自己跟你要什麼 對 對 比如說剛剛同學講 知道自己要什麼跟不要什麼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比較是道家心目中健康的自我價值啊 所以我覺得 道家心目中的那個 比較健康的人格 其實是一個比較 好物分明的人 就是我喜欢的人生是这样这样的 我就过我想要过的人生 那我没有兴趣的事情 我不会多花时间跟他打交道 我想就像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觉得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 有非常大的快感 就是他能够在跟人做心理资商 或者是跟人家有所心灵的交流 沟通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快感 所以他很乐意一直让他的工作能够跟人打交道 可是我就觉得我不太有这种快感 我也觉得说这也无所谓说 谁比较对谁比较错 对不对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他内心深处的呼唤 是要往人际关系这方面去发展的 可是我就是那种 比较往阿宅的方向发展的这种人 对我来讲 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在家里面对着一本书 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好恶 而这种好恶也不见得需要勉强的 所以就是在到家心目中的自我价值呢 可能并不是一般人认为的 这个人很随和 因为如果你的生活里面容纳了太多 你完全没有兴趣拥有的人生的话 你的人生会变得很疲倦 那疲倦到你会有很多的情绪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上课之前助教问我说 这个最近日本在流行的一个丢东西大法叫断舍离 这个跟到家有什么相通的地方呢 我说大概在这个地方是十分之相通的 就是借着你把你家里面的东西 样样的出清丢掉 那这个只留下你真正爱的东西的时候 你才会开始明白你的生命之中 有很多你不爱的东西 你不小心都把它留在身边了 就你就会发现说 什么从前为了老公花心气得要死 现在就觉得老公这种东西就像野狗一样嘛 我要用的时候在家就好 其他时间赶快出去花 对不对 根本不要不要回来烦我 因为我没有那么爱 对不对 就是这是一个很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 这个到家真正的自我价值 并不是在自我感觉良好不良好 那当然我随便再举一两个例子来说的话 比如说讲到余甫篇的时候 会讲到就是 到家认同的自我价值是一个人 他不太容易受到恐惧支配做决定 我想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是为了恐惧而在做决定 对不对 就是 怕小孩子将来不幸福啦 所以就跟小孩讲说 你现在应该要怎么样用功读书 拿到学位这样才能幸福 对不对 可是 这样子做的时候 小孩子真的能够一定就很幸福吗 我觉得其实 我也看到很多人真的是书读得很好 被他妈妈 爸爸逼上那种很高等的学府 然后后来 毕业之后就到科技园区去当科技新贵 然后薪水很高 可是过的人生还是蛮辛苦的 就是还是并没有 并不一定有很幸福的感觉 所以 这也是一个 需要我们以后会慢慢花时间去处理的一个议题 然后呢 当然这个毫无分明也包括 我们的自我价值也包括 能不能 对我们当下 现在 拥有的事物 拥有的人生感到幸福这件事情 就像很多人是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中的 就是可能有一个人 他是人家心目中的很好命的人 就是什么 嫁入豪门啦 或者很有钱啦 或者事业很成功啦 之类之类的 可是他活在这样的人生之中 他本人是不是会觉得很幸福呢 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 应该说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我想每一个人真正能够享受得到的人生 是不太一样的 对不对 像有些人他就是 每天在家里面 扫扫地 洗洗衣服 烧烧菜 他可以觉得 这样的生活很有滋味 可是有些人他又觉得 他一定要出去充业机 有那种挑战的快感 他还觉得人生很快乐 是不是 这是不一样的 但是重点是我们能不能对自己诚实到 就是说很诚实地去过自己 会觉得幸福快乐的人生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觉得在道家认同的一种幸福的感觉 也包括一个人有没有可能被自己的内在品德所滋润 什么叫被自己的内在品德滋润呢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某某人 比如说比如说我好了 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很讨厌 因为他很不熟信用 很会迟到 很会爽约 或者我觉得那个人也很讨厌 因为他很会说谎 讲话都常常骗人这样子 那可是当我们会去挑剔我们外在的人的种种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先反省到的一个点 是我们有没有被自己内在的品德所滋润 我认为道家的要求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从来都不说谎话的人 那么我有可能会变成我能够被我自己的一个很诚实的品德所滋润到 于是别人是不是说谎话你没有那么在意 因为你会觉得你不说谎话你不说实话是你可怜 你生活得多多苍苍的 对不对 你看到别人做错会觉得很可怜 那或者是 如果 我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如果用客观的标准来 客观的角度来说 比如说现在地球上面如果各个国家做一些幸福度的调查 有一些国家的人他是在地球上的各个区域来讲是相对幸福的 比如说瑞典人还是丹麦人我忘记了 北欧某个国家 他们觉得他们很幸福 而他们的幸福是在于他们每一个人不管他再小众 他说出来的意见都能够被听到 就是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彼此的信赖跟尊重 那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信赖跟尊重让他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感觉到一种幸福 那当然我们在台湾其实这件事是很难的对不对 因为台湾的人都是有一个很好便的头脑 好便的头脑是我们双子其无论要来处理的 所以有时候你讲出一句话如果意见跟人家不一样 马上就会被扑杀对不对被说服 你并不会感觉到别人是信赖跟尊重你的是不是 可是呢我们能不能从自己做起 就是在我们面对外在的每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对于每一个不同的声音都能够有信赖跟尊重的态度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自己内在能够拥有这样的品质的时候 那就算外在的能量不是那么可爱的话 我们还是有可能被自己内在的品德所滋润 而感觉到活得相当幸福 所以我们台湾如果跟这个世界上面一些所谓的幸福地区相比 当然是充满了种种的不幸福的客观条件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借着到家的修炼 让自己自己里面能够主动的分享出这些幸福的品质的话 那我想我们还是有可能活得蛮幸福的 那当然还有就是到家的幸福也包括一个讲究秩序这件事情 就像是所谓的秩序就是说什么事情啊 我们要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 对不对 要先顾好自己才能顾别人 所以我从前在这个上中医课讲到五脏与情志的时候 我常常在说人啊真是不能牺牲只能够分享 简单来说就是什么样的人叫做赤子之心啊 就像小孩子一样 就小孩子如果手上有一块蛋糕他很爱吃的话 你要他给你的话他会很不高兴 对不对 会哭闹 可是呢 如果他吃到他已经觉得很够了 然后还剩下一点 那看你顺眼就会分离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赤子之心啊 那这个赤子之心呢 在人类学会恐龙恐龙让离之后就被毁灭了 那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样是一个比较幸福的状态 就是我们要能够先借着自己的修养啊 让自己个人活得很幸福 然后呢 在有多的时候再去分享给别人 那这样子才是一个道家比较认同的一个幸福的顺序 那如果不遵守这个顺序呢 我就觉得我们人生之中会出现一些不合逻辑的事情 什么叫不合逻辑啊 就像是我记得我从前几年之中 有的时候会对这种一些小孩的父母啊 会讲这句话 我说阿姨啊 你何必对你的小孩有那么多意见呢 你都已经活到五十几岁了 还是活得不很幸福 代表你对于幸福这件事根本就不很在行 或者可以说是很不在行嘛 那你自己都很不会这件事情 你还要跟你的小孩讲说怎样怎样 才会幸福 这不是好像找一个不会教英文的人来当你的英文家教一样 让人觉得很不可信赖嘛 对不对 那你的小孩子看到你每天活得那么不快乐 然后你跟他讲说怎样怎样就会幸福 他会不会看到你就觉得好像你在骗人 那种信赖是不可能产生的嘛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别人啊 如果说要有所要求 或者有所教育的话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比如说我们对我们周遭的我们的另一半 或者我们的家人有意见的时候 到底真的是认为我的意见可以让他好起来 还是只是因为觉得那个人让我们很不舒服 我们在哀求他放过我们 这个要分清楚啊 如果真的是哀求他放过我们的话 那事情就很简单 就看人家看不顺眼的时候就要说 非常不好意思 你这个样子我看得非常的痛苦 可以请你饶了我吗 对不对就这样的求饶就好 这样才合乎逻辑嘛 是不是 就是不要高高在上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你应该怎样应该怎样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别人的在能量的层面啊 一定会觉得你是一个骗徒 因为你自己不够幸福 还要告诉人家怎么样可以变成幸福 那这个我觉得如果我教庄子这些年啊 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奉劝天下父母一句什么话的话 我都会觉得说你永远不要去在意你的小孩子听不听你的话 你需要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比你的小孩子快乐很多 就是如果你的人生的的确确是比你的小孩子快乐非常多的话 那你的小孩子自然而然就会觉得 我想要学我的爸爸妈妈 我想要像你这样子 因为跟你一样我会比较活得快乐 这是一个自然的流动 你不需要花力气去说服任何人 人家只要在你身边就会觉得 诶真的像你这样子想像你这样做会比较快乐 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真的很快乐 那我刚刚说的这种理想状况的相反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身为长辈啊 或者是身为老师辈 或者是身为人的家长啊 他们把自己的很多的不快乐啊 深深的埋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然后假装他自己人生是很成功的 道貌岸然的样子 但实际上他人生他的心底是埋藏了很多痛苦的 那这样子的假装是很有修养的父母 往往他们的小孩子里面会出现一个到两个是 让人家觉得为什么这个这么得高望重的人 他的小孩子会是精神病患者 你知道他那个压抑的部分 会有他的家人会有很敏感的人 抢先感应到这个父母不对劲的地方 像面镜子一样反映出来 就是你觉得社会上好像很受人尊重的那种人 但他家里面却有一两个人是发疯的 就是这种投射出来的问题是蛮危险的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里面 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弄得很干净而不是很虚伪的 去做一个好像道德上面好像很了不起的人 那这些都是在道家来讲是有一点危险性的 当然现在讲讲也是几乎是有点扯到闲话了啦 但是这些东西要怎么做到呢 我想我们之后的这个庄子的那期篇 会慢慢的让我们变成能够摸索到一些逼近这个目标的一些方法 然后呢上个礼拜的课也讲到了一些 就是说关于我们的人啊 其实情绪这个东西是基本上来讲应该是独立的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空传对不对 宋容子境界 就是说在相对的大小的分辨之后有宋容子境界 就是人要情绪是要跟这个世界独立的 然后在宋容子境界之上呢 还有劣子的境界 那劣子的境界就是说 你的人生要有一个你很爱的正面在追寻东西 那当你有一个你很爱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太会把精神花在那些狗屁到糟那些你不爱的事情上面了 对不对 就是当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真的不想把时间花在跟我的另一半吵架 或者跟小孩子欧气上面嘛 是不是 那至于说我们人的情绪基本上是独立的这件事情 那上唐克也举了那个空传这个例子嘛 是不是 那空传的这个例子就是说 人往往是要有一个他觉得可以勒索的对象存在的时候 他的情绪才会引起这个情绪的结构 如果他是没有可以勒索的对象 就好像你走路不小心撞到玻璃门 这个我很会 就是 那 那其实那是自己去撞玻璃对不对 也好像不能怪谁 那那个时候就算撞得很痛很痛 可是你也不太知道该怎么生气对不对 那个受到的伤害是一样重的 但是呢你不会觉得很气 可是如果你是走在路上 那不小心后面踩到你的脚一下 虽然不很痛 可是有可以责怪的对象 这个人怎么走路了 对不对 就那个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有新的余地去承认 就是情绪是一个非常内在的事件 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事件 是我们自己里面制造出来的东西 而不是可以像外在发作的一个东西 那当然这些事情 我现在在台上讲是很轻松啦 可是如果你的生命中是有你的另一半 对不对 朝夕相处的另一半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在每一个当下 当你觉得你被对方惹到有情绪的时候 能够看得到 这是我自己里面的城市让我有情绪的嘛 那这个其实就需要很高的定力了 但是这我觉得是需要慢慢的 在实际的人生之中去承认这样的事实 然后承认了这样的事实 然后要求自己越来越做到 这样子我们的人生才会比较幸福 因为如果我们用一般社会上面讲的幸福论的方法 往往是得不到真正的幸福的 好比说我们这个社会上面 过去的女性角色是很被欺压的 因为我们过去的年代都是父权的社会比较严重 对不对 于是呢 到了近代就有所谓女权主义的思潮 是不是 所以女人可以真人权 女人可以怎样 可以不要受欺负 当然以不要被欺负的角度来讲 你要求自己站在一个公平的待遇的角度而去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呢 在现在的一些访谈 里面一些社会普查的结果呢 又发现一个很吊诡的现象 就是呢 那些完全不知女权为何物的 比如说那种 比如说回教国家 他们那种很三从四得那种 我们心目中是那种被压迫被欺压的妇女 跟那种完全女权已经开发解放了国家的女人相比 你以为那些女权已经开发解放的女人会比较幸福吗 结果没有 这是一个很惨的事情 就是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搞了一个运动 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这个世界说出我们要什么 结果没有比较幸福 那个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想 如果 我们讲一个最低俗的例子 反而可能比较容易明白 就是像是那个从前从前有一个美国喜剧片啊 叫做我的又肥又大希腊婚礼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就是女主角的爸爸是一个很顽固的希腊老头 对不对 那这个老头根本就是粪坑里的一块石头嘛 就软硬不吃嘛 谁拿他没办法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当他的这个女主角的妈妈跟阿姨提到这个顽固的不得了的爸爸的时候 就这么说 你爸就没有人 不要管他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 就当你觉得对他根本不必有要求 完全绝望就好 绕过他就好了 其实人生就忽然豁然开朗 对不对 就是你 但是呢 我们现在知道自己要争权力的时候 我们反而让我们自己被绑在一些对象身上放不开了 以为我可以跟他多要道一些什么 其实是非常愚蠢的 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样子 不管你有女权还是没有女权 其实他都是粪坑里的一块石头不要管他 这样比较快乐 比较自在 就是你就承认他是这个样子 就是要看仔细 这个人就是这种人 就是一个家里面的巨大垃圾 对不对 你就这样看清楚 然后就发现不用有要求 然后我们的人生就自由了 因为你再也不用把力气花在这个人身上了 所以 这个权力这个东西 其实根本上来讲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 就是 人家是人家 我们是我 我觉得我们在讲权力之前 我们更加要先承认的是人生的孤独 对不对 我们实在不能影响别人到什么程度的 那当我们能够承认这个孤独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比较自由的人生 那像是这种 那至于说像那种空船理论 其实可以运用在很多的方面 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国际上 都会有一个大约的感觉 就是日本人好像英文学的比较差一点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日本人他们对英文好像就有一种 好像没有feel的感觉 就算勉强讲了也是有点 坑坑巴巴的味道 可是呢 因为我是文学院毕业的 就是我当年还没有毕业以前 我的志愿是要当语文老师 所以我是很努力地在搜集各种语文的教材 就现在在断舍离的阶段 出面有大量的日文英文教材可以出情 但是我真的是家里面搜集了 是临忙满目的语文教材 那我觉得最让人觉得感人肺腑的英语教材 就是日本人编的 就是日本人编的那英语教材 真的是从文法到举例到插图 到那个插图如何表现出情境 然后附赠光碟CD什么的 无为不至 把你呵护到极点 那我就觉得说 看到这么亲切的教材 你会觉得日本人的英文讲不好 真是奇迹啊 你知道就是没有人的英文教材可以编到 像日本人编得这么好了 可是等到我学了庄子的空船理论之后 我就发现 果然这 就是教材编到这么好 所以日本人的英文才会这么烂 就是你知道日本人他们说 他们的这个世纪哦 他们曾经有过 一个 一段 有过一些日本人的英文是讲得非常的好的 那那些英文讲得非常的好的日本人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 就是那个时候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败国嘛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的美军啊驻扎在日本 那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人呢要学英文的话 就去跟那些美军的太太们混来学英文 那那些美军的太太们的姿态都是高高在上的 就他们完全不会日文的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用英文跟你沟通 然后完全不考虑你们日文是什么东西 就是没有一点体贴的 结果那一群跟美军的太太们混的日本人的英文是 有史以来学的最好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体贴跟妥协跟将就 跟呵护 结果是学的最好的 结果到后来日本人发展出伟大的英文教材之后 对不起 大家英文都很糟了 所以这个空产理论的应用 大家也包括在这种方面 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想到这个日本人学英文的故事啊 就会想到说 我的中医课是不是有的时候教得太过于体贴了 就是让大家这个医术好不起来 就是可以再教得再残忍一点 在大家医术才会土肥猛进 就是身为一个教书者 有时候是忍不住会反省这样的事情 当然也是一个很无聊的反省 基于商业考量还是要教得为我体贴一点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再高于这个列子的境界呢 庄子就讲到这个 成天地之正 与六气之变 的这个五代境界 对不对 那讲到这个五代 那我就觉得 可能可以稍微来定义一下 庄子这个逍遥游的逍遥是什么东西了 那要定义这个东西呢 我想我还是要稍微跳开一下 因为我们在第一堂课就先讲了 庄子这本书呢 它是一个透过故事 把这些故事当作是一个象征物啊 让我们透过这些象征符合来看它背后 要讲的是什么东西的一本书 所以我们还是再多讲个故事 可能比较能够多一个角度去猜啊 庄子心目中的逍遥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就翻到这个山目篇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山目篇的最前面 那我也是快快念一念就好了啊 它说庄子行于山中见大墓 就是庄子这本书里面动不动就出现一棵大树嘛 对不对 一棵大树是庄子常有的象征物了 那庄子走在山里面呢 见到一棵大树 那枝叶盛茂啊 就是枝叶都长得很大 那伐木者只其旁而不其也 那那些要砍树做木材的人呢 就只是停在这个树旁边啊 看一看 可是呢却不去砍这棵树 那么庄子就问他说 这么大的一棵树你为什么不砍啊 结果这个伐木的工人就说 无所可用啊 就是这个树呢是一个木材不好的烂树 所以呢就没有砍它 于是呢庄子呢就跟他的学生讲啊 说此木也不采得终其天年符 就是说这个树啊 就是因为它材料不好 所以呢可以活到那么久 因为这是人间世篇会一再会讲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你是一个很有利用价值的人 就很快就被用掉了 对不对 就大家就会马上把你砍掉 会变成社会的消耗品 所以你必须要很多地方去社会 觉得你这个人没什么好用的 才能够放过你 所以从这一面的逻辑来说 好像庄子在说 这个人啊果然是不能太有用啊 要没有用一点才能够自在的活 那可是呢 这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个面向 那第二个面向是出于山啊 他们离开了这座山呢 舍于故人之家 住在庄子的老朋友家里呢 故人喜 就是老朋友很高兴庄子来看他呀 就命树子啊 命他们家的小朋友 那小朋友也不知道是用人还是小孩啊 杀燕而烹之啊 就是杀一只这个野鹅之类的东西呢 来这个烧给庄子吃 然后他们家这个小孩子呢 就问这个主人说 其一能名其一不能名请稀杀 就是这我们家两只鹅啊 一个会叫一个不会叫 那应该杀哪一只啊 那主人就说 那杀不能不会叫的 因为会叫的呢 可以早上当闹钟啊 有点用啊 那不会叫的呢 也没什么大用啊 不如吃了吧 然后呢 那结果呢 庄子的学生就感到非常的困惑啊 对不对 就老师昨天说 这个树因为没有用 所以呢 被放过了 可以活得那么久 变神木啊 然后第二天呢 就出现一个相反的故事啊 就是这个燕呢 因为没有用呢 所以就被杀了吃了 那 所以第二天呢 弟子呢 就问庄子说 昨日山中之木 以不才得终其天年 经主人之夜 以不才死 先生将何处 就是说 一个因为没有用 所以能够活下去 因为一个没有用 所以就死翘翘了 所以老师啊 你要选哪一边啊 那当然就有二分法的思考啊 代表他们是还没有练过奇悟论的啦 那庄子就 回答说啊 庄子笑约啊 庄子就说 周将处乎 才与不才之间 这个是 这一小段文字的第一段论证 庄子就说 所以呢 我要 我要干的地方呢 就是介于 有用 跟没有用之间 我不晓得 各位同学啊 看到这句话 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啊 会不会很有感触 就是 我觉得啊 当个上班族 会过得 最苦的 就是废物员工 跟万能员工 对不对 废物员工是完全没有用 万能员工是 什么都会做 这两种上班族 是最可怜的 各位上过班的人 都没有这种感觉 我会觉得啊 上班族 能够活得最幸福的那种就是 我来应征工作的时候 跟老板谈好 说这个月的 你给我一个月的薪水 是这个五万块 而我会贡献的能力是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在上班的时候 就只做我跟你约好的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其他之外的所有事情 都不关我的事 因为这不是我们当初谈的 价码的内容 对不对 我只要能够把我分内的事 做得非常好 这样就可以了 像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一个快乐的上班族 那这个快乐的上班族呢 他就跟我讲说 呃 我呀 在旅行社工作 有一些事情呢 别的同事都没有我做得好 所以老板不敢fire我 因为fire我的话 他找不到人可以取代我的 这一两样能力 可是呢 其他所有他希望我做的事情 他都恨得我牙痒痒的 我都不做 所以我上班非常的快乐 我觉得这实在是很对 那个 因为我曾经看过的一个 另外一个人 就他好像 我那时候是嘲笑那个人 说你上班好像是去跟老板谈恋爱的 就是你 去个地方工作 然后呢 你就什么事情好像 只要你尽得上力的 你都会插一脚进去做 然后就那边瞎缴获 然后每一件事你都沾到一下 然后到最后你自己分这些事做不好了 那这样子反而是所有的责备都会落到他头上 这样子是过得非常不幸福的 像我过去 每一届交双子的时候 都会讲到我从前一个公司的同事 我们叫他雅琪姐姐 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些公读生 还有我们这些做同事的 都觉得雅琪姐姐是过着 优雅的贵妇人生活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会打报表的职员 就我们公司如果没有他的话 报表一定打不完 因为没有人打得比他快 他的打的速度是一般我们 别的职员跟老板的八倍左右 打得非常快 可是我当初去那家公司上班的时候 那个老板就讲过一些话 好像是在鼓励我 但是有一点点好像是对雅琪的一种失落 他说我当初也是想要培养雅琪 当个全才的员工 让他去面对客户 但是雅琪一面对客户 就变得非常畏畏缩缩 话都讲不清楚了 所以我就好放弃了 他只能做内情 我没有办法再栽培他往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可是雅琪就是这样子 过得很好啊 他什么事情都不用沾上身 他只要在家公司打报表 而且他因为他把打报表的快的速度 是超过老板的想象 所以老板以为他会做八个钟头的事情 他其实三个半小时就做完了 那做完之后 他跟老板的座位之间有一堆书当城墙挡着 他电脑暗门扭就切换到上网模式 就开始看小说啊 打电玩啊这样子 但是日子过得非常之好 那我觉得这就是财与不财之间的这个 这个做人的这个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啊 有太多的自我 想要证明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的话 你往往就不能够踩到这个非常 非常幸福的点上 这样这个幸福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幸福啊 这个还是庄子的辩论法则里面的相对的范围啊 可是呢像我当年啊 其实我说尹莹的例子 其实我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其实那是我自己经验过的事情 但我看完后来看他上次重演 我看得很心痛啊 就是尹莹她的前一个男朋友啊 就是那种很强势的那种男生 就什么事情都好像很能干 然后呢 尹莹跟她在前那段时间 有很多决定或者是什么东西 都是听那个男生的意见 所以尹莹跟她相处的时候 就变得很没有很没有自我 对不对 那等到有一天他们分手了之后啊 然后尹莹就有一段时间 又显得非常的茫然 就好像没有这个男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种样子 就好像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男的啊 当初在跟尹莹交往的时候 之前是做的实在是不够道德 就是他在这个两人关系里面 让自己显得太有用了 有用到啊 去废了对方的武功了 我会觉得 如果你最后是要分手的话 你要想到一个人 你应该如何放生 对不对 就是一个从小在家里面 养大的老鹰或者是熊啊 要放到荒椒油外前 放到荒椒油外前 要先让他学会打猎 对不对 就是 这种事情实在是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互动 那当然这样的例子 其实在我自己身上 其实从前有过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有过一个女朋友 我也是跟她相处的时候 太强势了 然后后来 变成说分开了之后 她变成对下一个男朋友 非常的凶 就变成好像把我当年对她那套 完全转嫁到下一个人身上 我觉得那也是很恐怖的 然后看她在怎么样虐待 下一个男朋友的时候 我才觉得开始反省 我当年是怎么样虐待她 那 还有从前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同事 她也是 有一次 这个同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找上我来 因为 其实根本就不是 一个平常跟我交情有多好的同事 就是 在公司午休的时候 忽然跟我抱怨起 她的太太啊 是一个多么情绪失控 就是霸道霸虎的一个女人 那 因为前一阵子才 公司一起去旅游 所以我有机会看到这个同事的太太 那的确这个女人是很猛吧 就是什么事情都 很嚣张 你知道 就是 对她先生完全不留情面这样子 就是很任性 很霸道的样子 可是当那个同事那样子跟我抱怨的时候 我就跟她讲 我说 这个女人变成这么可怕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你在追她的过程里面 把她塑造成这样 就是你在追她的时候 都已经合她的意 拍她马屁 她说什么都百依百顺 让她习惯 就是我要的就是你这种奴才 然后才嫁给你 也就是说她的情绪的失功能 其实是你前面一段时间宠溺她 把她废掉的 所以你现在跟我抱怨 你的太太是这种人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猜想 其实你太太会变成这种人 你是有责任的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有一个底线的话 就是说 你再闹情绪的话就分手 一拍两散 就是如果你不容许你的生活中 有那么多嚣张跋扈的人的话 你就不会遇到那么多嚣张跋扈的人 问题就是你为了要 让那个女的觉得 你是全世界最好用的男人 所以你就一直让她嚣张跋扈 最好全世界没有别的男人受得了她 只有你受得了她 所以名字也随着你接受她 就你先把她废掉 然后再拥有她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我觉得都是人的这个 有用无用之间非常危险的点 所以这个是前一个部分 讲到这个财与不财的时候 我想我们第一个要反省的 当然这个东西跟庄子说的逍遥境界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只是前言而已 那可是那庄子接下来就否定他前面的一个论点 他说可是呢 财与不财之间 似之而非也 我们今天说的一个成语 似是而非就从这边出来的 他说可是呢 我真正要的东西 我们到家真正的处事之道 其实并不是这个有用无用之间 也就是说 在我们肉眼可以观察的角度 道家的确会讲究一个所谓的 讲究一个所谓的中道 我说的这个中道 并不是那个 并不是我们那个儒家说的中庸之道 这个中道比较是 比较是那个 印度佛教的开始之前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印度的那个 就是释迦族的王子啊 那个 这个淘家之后 那他在一个什么 菩提树下反省 是不是 然后消除我之 然后开悟了 然后变成了一个 现在叫什么 释迦牟尼佛 对不对 释迦牟尼佛达 就是释迦是释迦族 牟尼是像稀奇的宝石一样 很珍奇稀有的 佛达 是开悟的人 对不对 那他变成了释迦牟尼佛达之后呢 他讲出来教人的是什么 八正道之类的东西嘛 但是在他还没有领悟出这个八正道以前 他在菩提树下反省的内容呢 是叫做中道 那中道如果你要讲到比较像今天说的内容的话 就是所谓的双赢原则 就是说一件事情你如果做了的话 应该是对自己也好 对别人也好 这样事情才值得做 对不对 如果做一件事情是 你对自己好 可是伤害到别人的话 这样子不好嘛 对不对 不合乎双赢的原则 所以这个是佛陀在开悟以前 用来当作他反省的标准的这个中道 那我觉得庄子的这个才与不才之间的这个作为呢 其实比较像是佛教开始之前的那个中道的一个要求状态 那当然我自己用我们中国的俗话来说的话 我也不常用中道这个字 我用中国的通俗话来讲的话 我常常会说我们能不能过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 就是说如果你对别人太好让自己吃亏了 你会有怨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对别人太不好 那你又会想起来应该会有所后悔吧 是不是 所以如何不要有怨气也不要有后悔 这样的一个活的方法是一个很要紧的做人的技术 当然我说无怨无悔 庄子说这个才与不才 那这个佛教之前是用中道 就是不松不紧 不疾不离这样的说法 在讲这个东西 可是呢 虽然这个人啊 他如果是以一个道家的要求来讲 他能够他做出来的行为 我们会觉得他是对自己也好 对别人也好 不会因为要表现自己很强 就让别人微缩掉 就是一个合乎中道的行为 但是呢 并不是一个 但是如果你在生活之中啊 就是很严格的去想说 我这样子是不是能够做到双赢 这样子是不是能够无怨无悔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心理或者头脑上的疲劳 庄子就是说 故为免忽累 就是这样子你还是免不了一个 好像背了一个什么重东西的感觉 就是因为你到底是在 以一个头脑 在那边用一个计谋在生活 你知道 就像我觉得 雅琪姐姐在公司能够过着 贵妇优雅的上班族生活 那也是很奸济得逞的一种状态 对不对 就你还是有一点点好像在跟人勾心斗角 你的头还是不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练成道家的逍遥之前 可能必须要靠这个 有一点奸济的状态去过日子 但是道家真正要的并不是这个东西 那么庄子就说 若服成道德而服游则不然 但是呢 如果你是能够游戏在这个飘荡游戏 在这个道德之中的话 就不是这样 那应该是怎么 他就会说说 无欲无子 就是你会得不到别人的赞美 可是也得不到别人的毁谤 那一龙一蛇与十句话而无肯钻为 一上一下也何为良 浮游乎万物之足 这个地方我想 这个一龙一蛇一上一下这个地方 说不定我们把它看成一个 好像写对句的状态 会比较简单 比较能够好读一点 一龙一蛇 应该就是对以上一下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 呃 与时 句话 应该是对到 以何为良嘛 然后下面是 无肯钻为 然后在这边这个是 浮游乎万物之足 随便 这样子一个对句 那我 我觉得当这个东西 这样子并排起来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在脑海里面 有一个画面啊 就是 庄子认为一个人的状态啊 好像是有一个 比较上面的状态 跟比较下面的状态 那么比较上面的状态 就像一条龙 比较下面的状态 就像一条蛇 那 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一个 像一条龙那么巨大的 自我 跟一个像一条蛇那么小的 自我呢 那 这样的一个 一个并列啊 因为 我觉得 庄子这本书 它的一个 非常基本的原则就是 它不是一本 灵界旅游导览 就是它没有再告诉你说 人死了以后啊 那灵魂会在哪里待几天 然后再来等投胎 然后就怎么往 再转身到哪里去 庄子没有讲这个东西 就是所有 看不到的世界的种种 庄子都不直接说 它只能够用一种 非常象征性的说法 在那边淡淡的 很朦胧的 暗示这个东西 那我会觉得 当它的文字啊 写成这样子的一个排比的时候 我 约略可以想象就好像是 我们呢 一个真正的人啊 很可能 不只是 我们 在这个地球上 拥有这个肉体 活一辈子的这个我 你想想看 如果 我当然这是一个 高度假设性的发言 就是 如果我们这个灵魂呢 是一个已经 来过地球很多次的灵魂的话 那是不是 在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比较完整的我们 等于是 很多很多辈子的 所有的经验值的总和 对不对 那一定是很巨大的嘛 是不是 就好像 这辈子当过厨师 上一辈子当过画家 再上一辈子当过医生 对不对 可能是一个非常丰富而巨大的存在 而 这一次我们 再一次出现在 这个地球上面 拥有这个肉身 然后从零开始学起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会不会好像只是 有一个人 他把他的一根手指头 身在一个舞台上演一个布袋戏 那种感觉 就是 所以 一个 我觉得庄子他在那边勾勒出的一个画面 比较像是 我们人 真正的状态 可能是在 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 比较完整的 灵魂人的一个状态 而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地球上面 就好像是 这个 我常常举例子 就是说像 因为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啊 都在打线上游戏 对不对 就是 我现在 打什么 能叫什么 RPG 是不是 RPG不是线上游戏啊 就角色扮演游戏嘛 对不对 就是 当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你选择在这个 game里面 说我这次是扮演一个 什么 有什么角色可以选 战士 巫师 是不是 之类的 对不对 就是我们在 玩游戏的时候 选择一个角色 角色 然后在这个游戏的 场所里面 扮演这个角色 那 那身为一个 在电脑外面的 玩家的角度的话 来看的话 我们是不是 这个游戏中 我们所扮演的 这个角色 应该是 遇到困难 我们就要克服困难 对不对 要打败 大魔王 要找到宝藏 对不对 现在游戏 我们要救公主之类的 很少了 对不起 我真是老梗了 从来不玩这种游戏了 所以完全不晓得 反正就是 就在游戏的世界里面 怎么样能够让这个 角色能够发挥的 淋漓尽致 活得最精彩 得到最高的分数 对不对 就是一个 在游戏外面的玩家 会有的一个想法 可是呢 如果 像 可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就很麻烦 就是 我们呢 现在是 高度的认同 自己就是这个肉体人的状态 我们并不会觉得 我们是一个 在这个世界之外的 另一个玩家 在游戏中扮演的一个角色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地球人的生活 常常是怎么样啊 就是遇到 比较困难的局面的时候 就会想 哎呀 好麻烦哦 我好倒霉哦 对不对 然后就会想 什么都想 这些困难事情 最好能让我逃避掉 像现在很多人说 我一辈子追求什么 就是太太平平的人生啊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太太平平的人生 以一个在游戏之外的 玩家的角度来讲 太太平平的人生是什么东西 就是有一个游戏 你玩了它八十年 然后这个人就一直这样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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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走了八十年 然后结束 没有大魔王 没有恐龙 没有宝藏 没有分数 对不对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超级难 超级无聊的游戏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的人 一旦是一个 比较小的自我 就是一个肉体人的自我 在思考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要玩这种 超级没分数的游戏 为优先 是不是 可是如果我们 能够跳出这个层次 假设自己真的是 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 一个玩家 所扮演的一个角色的话 其实我觉得人生观 有可能很不一样的 对不对 就是你会觉得 遇到困难 就是要让我变得更强的 就是让我增加分数的 对不对 你的生命之中遇到一个 因为你知道 我们 就是以肉体人跟灵魂人的 不同的角度来过日子的时候 那个心情上会差很多 就比如说 你现在如果上班 遇到一个很难搞的上司 对不对 你就会觉得 天哪 我怎么那么倒霉 遇到他真是我 太衰了 就是 会有这种感觉 就会觉得 自己很苦面 觉得自己很可怜 可是呢 我觉得 等到 不要说学庄子 这个你学佛家也是一样 就学这个修道的门路 学到一个程度以后 也有时候就有一个新的余地 会想 说今天会遇到这个上司 这么讨厌那个上司 都不晓得 是我出生以前 在另外一个世界 多么拜托 托关系 千拜托 万拜托才拜托来的 对不对 就是希望他能够增长我的功力 所以他要拜托你安插一个大魔王 来帮我练功 是不是 就他那整个的 对事情的看法跟角度 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 而那个不一样 的的确确是会让人觉得 以一个灵魂人的角度 来过肉体人的一生 会觉得比较幸福 会觉得人生比较有意思 有趣味 这是以有意思跟有趣味来讲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你也可以说 你知道 我们现在 很多 年轻的小孩 被父母这样教育 就是可能父母都是 就是从小就是很爱护 小孩子的肉体 对不对 希望小孩子不要出车祸 不要生病 对不对 要吃好 要穿好 就是以一个肉体人的角度 在教育这个小孩 然后呢 这个父母又会跟小孩讲 所以呢 为了你要能够 一辈子平平安安的过一生 所以你要努力用功 然后拿到文凭 然后找一个好工作 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当一个小孩子 他以平平安安过一生为目标 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往往他会有一种 好像做起来有点没干劲的感觉 就是好像多多少少会有点想要混的感觉 就是比如说考上某某资格 然后当公务员就可以在立法院上班 立法院职员 哇好混啊 每天都有很多社团活动 就是大家过着很悠闲的生活 对不对之类的 就是 他们的人生 就是说当我们完全以肉体人的安全为考量过的人生 往往是一种不很认真的人生 可是呢 我们换个角度来想 像你看现在有一些小孩子 在网咖里面打线上游戏 居然会打到过老死而暴毙 这是多么认真的活动啊 对不对 就是当你的自我是一个在游戏之外的玩家的时候 你在游戏之后遇到了困难 你完全不觉得是困难 对不对 你会觉得我要努力突破 是多么的奋发向上 对不对 多么的认真奋斗 是多么的乐观 对不对 就是那些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观 就是那个人生处在一个完全燃烧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 你不要以为庄子是教人啊 很消极退缩的这种人生观 不是的 是你一定要能够跳出这个肉体人的框框 用个玩家的角度来看待你的人生 然后你遇到每个困难 都会觉得你在打电动 你在玩游戏一样 你才会面对每一个片刻都活得很认真 然后很有热情 然后遇到任何困难都觉得 我趁这个机会增加功力 这样子 这样子 整个人生的那个基调是不一样的 而这样子一种 以世界之外的游戏者的角度 来过肉身的人生的 这种自我感 我觉得这个才比较是庄子认为的逍遥 就是逍遥这个词其实更早的时候 中国就有了啊 就像《诗经》这个《正风》里头 有一个讲这个在河上泛舟啊 很快乐的一个诗句 什么河上乎翱翔 河上乎逍遥 就是你坐的一个船啊 在河上面飘来飘去 所有的景物在两岸掠过 但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像你很超然 像这样的一种感受 在《诗经》里头是用逍遥这两个字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语感再套回庄子 就是你知道真正的你 不只是这个肉体人 你只是在这个世界上面 暂时扮演这个角色 玩这个游戏 然后你的目标是借着扮这个角色 破更多的关 得到更多的分数 那当你有这样子 处在世界之外的玩家的自觉 而在你的人生里面 遇到很多很多的 一般人认为是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 你都觉得我要趁机破关 好好玩哦 那这个时候 庄子的第一篇的标题才会出现 逍遥 下面一个字是什么 是游 游这个字就是玩 那这个庄子的最高境界 成天地之变 正欲六七之变 以游于无穷者 就是遇到任何状况 你都觉得你在玩 那那个玩的感觉是非常要紧的 那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跳脱这个肉体人的自我的话 我想每一件事都是很沉重很无奈的哦 那人生不会有玩的感觉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能够 我们能够渐渐地借由修炼庄子这本书啊 让我们的自我开始比较偏向那个电脑之外的那个玩家的自我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里面就会觉得越来越好玩 就这个就你原来觉得那种 你看到他你就觉得我真想去上吊的那个老公 就觉得这个人在我人生中出现真好玩 就是会有这样的不一样的感觉 就让你觉得很头大的爸爸妈妈 让你觉得很烦的那个亲戚三姑六婆 你会觉得这个人在我人生中出现真好玩 就是这样的一种游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庄子认为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里程碑 那我们现在第一堂课时间差不多 我们就休息20分钟再回来讲后面了